西汉时期有一个硬汉 蹲在贝加尔湖畔 研究公养怎么生小羊 研究了19年 当时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很紧张 双方经常互相派使节 去打探对方的情况 但是汉朝的使节一道匈奴准备扣下 汉武帝能忍得了这个 行,你扣我的人 我也扣你的人 一来二去 双方都攒了好多对方的使节 总这么下去不是事啊 养着一帮闲人 这时转机出现了 匈奴一位新的缠鱼上位了 很客气跟汉武帝说 爸爸我把人还你 汉武帝听这个心里很舒坦呀 说行那我把人也还你吧 就派苏武带着一帮人 把匈奴那些人送回去 然后就出事了 苏武的副手掺和到了 匈奴内部的叛乱中 缠鱼大怒 把苏武这伙人就扣下了 苏武在被抓的一瞬间就自枪了 但是他命太硬了 被救回来了 可是他这一字枪 蝉鱼兴奋了 好刚好列好喜欢 苏武越不投降 蝉鱼越想要他 最后实在胁迫不了他 蝉鱼就把他扔到了北海 让他放公羊 说什么时候公羊下咋了 你就能回家 苏武看着那些小公羊 觉得可以努力一下 小羊跟那瑟瑟发抖 后来苏武在北海的日子过得很苦 没吃没喝 甚至从耗子洞里找吃的 这期间李广的孙子李玲来了两套 就跟夜猫子进宅似的无事不来 第一次来告诉苏武 你母亲你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死了 你媳妇改嫁了 家里其他人生死未卜 第二次来告诉苏武 汉武帝家崩了 苏武好好的家没了 老板也死了 哥一般人万念俱灰啊 但苏武就不是一般人 他的身上有一种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东西 叫使命感 这个词很大很虚 咱们现代人一听到这种词 第一反应就是花大饼 现在的职场环境 让很多有重量的词变味了 也让人变得没有理想没有信念 但是在古代 使命感这个词很纯粹 他能让人完成超人的事 比如说苏武 就为了维护国家尊严这个使命 在苦寒地区煎熬了19年 后来汉昭帝上尉跟匈奴议和了 经过了一番周折 才把苏武接回来 苏武初始匈奴的时候是40岁 回来的时候59岁 半生沧桑啊 给我们留下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后来被文天祥写到了正气歌里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现代人缺乏信念 不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而是饼太大 生活太苦了 可是啊 人是需要信念 也需要坚持的 否则在某个寂静的晚上 当你突然开始反思自己 会发现人生很苍白 所以啊 无妨在休息的时候想一想 自己高于物质生活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也许一辈子实现不了 但它会是照亮你黑夜的一盏明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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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